美國投資銀行高盛一位做了12年的主管級員工史密斯 登部發表公開辭職信 對炮轟高盛高層衛利士圖 只是顧著賺錢完全不理客戶的利益 更加當客戶是蠢材 不理是否適合對方 員工都要硬銷可以幫公司賺最多錢的產品 甚至是有毒的金融產品 史密斯說他對高盛的貪男文化實在看不過眼 但高盛的行政總裁和主席都否認有關指控 還說史密斯因為無得升職懷恨在心 事實上大部份離開高盛的員工都要簽署保密協議 今次史密斯的這封公開信可以說是震驚金融界